近日记者拍到久违露面的关志玲和向泰陈兰一起看小锦团演唱会 当天关志玲穿了一条碎花裙子 满脸笑容和向泰坐在地下 心情大好 不过关志玲看起来怎么老成这样 她的脸部看起来法令纹很严重 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脸很僵硬 镜头下脸上似乎不太平 更可怕的是她的妆容使得她脸部充满油光 这还是昔日的关大美人吗 向泰带着好友关志玲惊喜显身捧场 关志玲当天一身民族风花裙现身 但脸部的表情显得很不自然 笑容十分僵硬 想笑又笑不出来 小锦团曾表示很喜欢关志玲 在演唱会结束之后便进行了合演 从留出的照片可看 许是因为美颜的原因 关志玲脸上紧致光滑 看不出皱纹 但不少网友表示 关志玲的脸看起来崩了 完全没有之前的风态 倒是旁边的相态看起来自然多 大方高贵 没想到当年清国清晨的关志玲 也为人耻慕呀 她的状态和同时期的刘嘉玲中处风 简直不能比 刘嘉玲也在微博晒出夙缘照 不过看起来反而非常年轻和自然 关志玲明显不如她 是关志玲纪念已经57岁 脸部状态没有年轻时那么好那么正常 从关志玲平时晒出的照片来看 整个人状态还是不错的 前段时间出席某珠宝活动 整个人散发着成熟女性的魅力与优雅 身在管理也很不错 色之纤细 气质十足 关志玲在年轻时的貌貌是大家公认的 八九十年代香港美人辈出 但据说真正被香港人认可的美人只有两个 关志玲就是其中一个 关志玲美得蜿蜒脱俗 五官清纯 眼睛 剪阴如水还曾被天王刘德华夸最美的女人 当时关志玲还被美国杂志评为全球五十位最美名人 她也公开分享过自己的保养秘籍 为了能够拥有邓宁肌肤 关志玲向来只是清淡事物 每天保持八小时充足睡眠 但如今看起来美人也跌不过岁月呀 关志玲对自己的美貌要求很高 曾经在受邀参加某访谈节目 关志玲大访谈期觉得自己不够好看了 因此不想在影迷面前呈现不漂亮的自己 她还透露自己是唯美派 上镜一定要好看在心 被誉为香港第一美女的美人 正是关志玲 1998年她被美国著名杂志 人物评为全球五十位美丽的名人之一 同年在一项香港美女票选 出于活动中 被誉为香港经典美女 刘德华上康熙来到的时候 小S曾经问她 觉得这世界上哪个女人最漂亮 她毫不犹豫说出 那当然是关志玲了 关志玲给人的第一感觉多半是典雅漂亮 的确关志玲的美是出了名的 由于她的脱俗外形和气质 正符合东方人的审美观点 所以很多亚洲国家的地区媒体 常常把她作为美的电饭 难怪刘德华赞美 关志玲是我见过唯一真正的美女 就是这个美丽的女人 虽然已经淡出我们视线多时 但她为稳穿地震时的同胞捐了两百万和帐篷 也没有任何可以的宣传或活动 也许这二百万对她来说不算大数目 但是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相比那些纷纷奔赴 宅区作孝捐款却少得可怜的明星来 关志玲的行为称赌得她更美 千号的广告合约后将全面推出娱乐圈 这个陪伴我们这么多年的美丽女人 将淡出我们的视线 她为何要选择离开这个世人羡慕的娱乐圈 这与关志玲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 还是让我们翻阅时光的马页 解读关志玲看岁月如何掉拙 如此美人 我们听说过很多丑小鸭并天鹅的故事 可关志玲不是 她是小天鹅便大天鹅 从来都是天鹅 关志玲原名关家慧 关志玲父亲就是著名演员干山 原名关博威 沈阳人 1956年入长城公司当演员 童年主演阿Q正传 1958年在第11届瑞士洛加诺 国际电影节获得最佳男主角奖 1961年近邵氏公司主演了 《不了情》《蓝与黑》等影片 1982年脱离影台移民美国 关志玲的父亲当年的电影界 著名帅哥 他的妈妈张边茜 也是当年香港电影节的美女明星 当年对这对荧幕情侣的风头 也不亚于西听峰和张伯芝 但是因为有这样的漂亮父母 才会有如此美丽的孩子 在读小学时 同班同学称她是漂亮的小公主 在读初中时意识有名的小花 十三四岁的时候 关志玲父母离异 关志玲跟随母亲弟弟生活 那年着火她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 自己冲进大厦 救出了自己的母亲与弟弟 并且灭了火 这个小故事说明关志玲 从小骨子里就有种不同凡人的东西 十几岁的时候 关志玲引进夜明四波 大眼睛高鼻小嘴 前下巴皮肤白着 有点昏仙的模样 因为和母亲关志玲很要强 为了养家 她想找工作 虽然年纪小 见人时却觉得认定 朋友叫她去选港姐 要使她去选 保管掩押全方 可惜时间不对 而且年龄不够 关志玲说 其实我一直觉得 自己不是很特别 是妈妈的朋友们 把我捧那么高 念书时每个学生都一样 戴着眼镜 我今世的 我很抗拒选美 那么急加入演艺界 我觉得不是很好 我不喜欢关志玲这个艺名 也不是很喜欢 关家会这个原名 因为名是外公起的 然而这些照片 记录了关志玲的青春 她不知道 坦坦实是多么的迷人 她什么名字都不喜欢 一时不晓得叫什么才好 才十几岁的关志玲 因为漂亮 很容易走进 娱乐圈 演习 从那个时候 那个柔弱的女孩 开始拍戏 我开始拍戏 爸爸去了台湾 妈妈跟弟弟去了美国 自从做事以来 我便养妈吧 妈妈和弟弟 直到现在 从关志玲婚姻上 就可以看出 她的性格 和她的外表截然相等 还有很痛快地告诉你 我的婚姻 只维持了三个月 并出了问题 不过对我的伤害不大 连那个人 姓神名神 甚至都忘掉 这段婚姻改变了 关志玲的爱心观 她说 我的性格 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会想尽办法需要 人的一生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要是的 我都试过了 婚姻的失败 并没有记得 聪慧美丽的关志玲 重新走进演艺圈的她 拍摄了一些电影 1986年 日本最受欢迎的 外国女明星 房辉逢 小江湖戏剧等 一系列电影 让她独步隐喊几十年 然而电影外 大美女的爱情观 和她的美丽 一样与众不同 关志玲说 我十分正视爱情 没有了我会死 我追求爱情 不是感情 所以我会伤害人 人家会想我一生 跟我在一起 但不再是爱情 我便跑掉 我并不是想伤害别人 可是我的性格这样 而我又不是那么喜欢小朋友 朋友们 有孩子 我完全不羡慕 我不觉得错 那是我的选择 而她的爱情观 一半来自她失败的婚姻 一半来自她幼小时 父母失败的婚姻 一纸婚书 还不是说分开就分开了 小时候 我看着父母的婚姻不好 九岁大时 妈妈怀了弟弟 我听见妈妈 跟另一个 同在婚姻区的朋友 想心事 她的朋友问 你的米儿 明白我们在谈什么吗 妈妈说 她不知道的 其实我什么都知道 妈妈以为 多生个弟弟 会缓和夫妻关系 我知道是不会的 为了小朋友而言 人生不只是小朋友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我不会笑人人 我会很自私的跑掉 我不会花时间去拖 此路不通 立刻找另一条 您知道结果不好 还等什么 我不相信其妻 于是 关志玲开始了 她的爱情生涯 从初恋情人 文彼得开始 关志玲的情路 一直没停过 她完全遵守了 她的爱情路缘 我不会叫别人忍 我会很自私的跑掉 我不会花时间去拖 此路不通 我立刻找另一条 您知结果不好 还等什么 我不相信奇迹 说到关志玲 不得不提到一个男人 那就是刘德华 因在电影上 合作无间被公认为 影幕最匹配的情侣 刘德华当年女粉丝 都很嫉妒 这个叫关志玲的女人 因为是两个人 觉得两人非常般配 而且在刘德华心中 关志玲 又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就连当年 当年投资多部电影的 中国新老板娘 说我觉得她俩 绝对有可能 可惜两个人的性格 都很小心 谁也不肯再前一步 结果连机会都没有 小时候一直不明白 两个人为什么爱 而不结婚 现在终于明白 关志玲根本不相信 什么长久的爱情 而刘泽华则盼望 从一而终 这两个人纵使相爱 也不会走到一起 关志玲当时 也有要好的富豪男友 而华仔 其实那个时候 就有固定的女友 朱立谦 虽然有好感 不可能走到一起 只能各自精彩 于是关志玲这么美丽 这么青涩一路走过来 她敢爱敢恨的青春 走过她风姿摇曳的年华 虽然关志玲宣布 全面推出娱乐圈 可能跟富商的爱情有关 但岁月无法冲刷掉 留在我们心里 那个美丽的 一个很相信爱情的人 爱情永远是排在第一位 事业只能放在第二位 我会享受爱情 有爱情才会美丽吗 关志玲把爱情 当作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这种观念 也让她在爱情当中迷失 她谈过的男朋友当中 有的是已有家事 有的是已有男朋友 1989年 有一档综艺访谈节目 叫《今夜不设防》 20多岁的关志玲 是其中一期的嘉宾 在这档节目中 主持人黄瞻问关志玲 如果有人只和她谈恋爱 却不愿娶她怎么办 关志玲知道 黄瞻问题中的 她说的就是自己 为了照顾自己的情绪 把自己换成了她来说 关志玲随后想了想说道 那我要看她 为什么不肯娶我咯 是不是因为她有老婆 黄瞻没有想到 关志玲并不在乎 于是更加大胆地问道 那你会不会心甘情愿 去做别人的情妇呢 关志玲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我什么都试过了 这样的回答 无疑是一个劲爆的消息 黄瞻看出了 关志玲对以往的 种种情势感坦然面对 肯定是已经 对之前的事情放下了 黄瞻最后还是很惊讶地 问了一句 别人的情妇你都做过 关志玲这一次 不假思索地 直接告诉她 我什么都做过了 什么都试过了 采访关志玲这一段的时候 关志玲的颜值 正在巅峰时期 而且当时还传出了 她跟富豪马清伟的绯闻 马清伟当时是有家事的 后来一位妻子小产 马清伟跟妻子离婚 当时传闻 马清伟妻子小产 是因为关志玲 插足两人的婚姻导致的 1962年 关志玲出生在香港 父亲是国内第一位 在国际上获得瑞士 罗卡诺定节 最佳男主角奖的关山 母亲也是一位演员 叫张冰茜 关志玲是满足 香兰及瓜尔杂士 如果出生在清代 那就是正牌的格格 父亲年轻帅气 母亲美丽大方 这样优秀的基因 出生后的孩子 也必定会十分可人 关山给女儿取名叫关家慧 后来改名关志玲 小时候的关志玲 到底有多好看呢 可以这样形容 父亲圈子里的好友 都会忍不住地跟关志玲拍照 甚至制作成海报 张贴在自己的家中 希望以后能有一个 跟关志玲一样 聪明海的宝宝 外貌出众的关志玲 只要进入娱乐圈 肯定会在短时间内 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这样许多经纪人 和公司恨不得 现在就牵下她 但是关志玲对娱乐圈 没有一丝的兴趣 她幻想着长大以后 成为一名设计师 而且她也朝着这个方面 努力奋斗着 原本一切都在朝着 好的方向发展着 但最终还是被父亲 间接着摧毁了她的梦想 也改变了她生活的轨迹 关山长相帅气 但是性格风流 家中有温顺的妻子 和董事的孩子 却依旧在外面朝三惹四 妻子张冰倩愚昧地认为 丈夫在外面玩腻了 也就会回归家庭了 她却不知道 回来的却是一纸离婚证书 张冰倩还在以为 丈夫之所以会这样 可能是没给她生儿子 只要生个儿子 丈夫就会回心转意 生下儿子后 关山依旧是家里 红旗不倒 外面采气飘飘 关山的不负责任 父母的离婚 对关志玲打击甚大 家里的经济来源 也直接断裂 为了负担家里的经济支出 关志玲只好投身到演艺事业 1980年 一位叔叔买下了电视台 问关志玲有没有兴趣 来自己电视台当演员 并且开出了很高的酬劳 关志玲想了想 自己早晚是要进娱乐圈的 于是很果断地就答应了她 成为演员的关志玲 第一年就接下了六部戏 当然了这些作品当中 她只是当花瓶 仅仅是因为她长得好看而已 没有学过专业的表演的关志玲 肯定不会被安排一些重要的角色 这样的生活 让关志玲感觉自己 就是被这世间 关在鸟笼的金丝雀 一直渴望能飞出这片天地 寻找自己热爱的生活 但是她知道自己离开这里娱乐圈 就会失去所有的经济来源 直到她的出现 关志玲的长相 在香港娱乐圈是顶级的 追求她的人不在少数 即使她没有出名 仍旧有一些演员和富豪 对她抛出了爱的橄榄枝 王国金是当时很出名的一位富豪 家境显赫 而且对关志玲是照顾有加 这样多金家境显赫 又会照顾人 很快就俘获了关志玲的芳心 唯一的缺点就是 王国金比关志玲大了整整18岁 关志玲认为 只要嫁给王国金 那么自己就可以远离着 让她不舒服的娱乐圈 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当一名设计师 1982年 关志玲告诉父亲关山 自己要和王国金结婚 关山得知后大发雷霆 坚决不让关志玲嫁给王国金 但是被爱情冲昏 头脑的少女直接跟王国金 跑去美国登记结婚 婚后的生活也如关志玲所想一般 离开了娱乐圈 当起了阔太太 但是丈夫却变了性情 直接说丈夫王国金 就是翻版的关山 家中有娇妻 外面仍旧跟别的女生 玩俄罗斯方块 五个月后 关志玲实在忍受不了 王国金的花心 跟她提出了离婚 跟王国金的离婚 关志玲并没有得到 一丝的财产分割 为了养活自己 关志玲再次投身到 演艺事业中 这次金丝却兜兜转转 又转了回来 当时是想着 结婚了就可以摆脱拍戏了 后来再想明白 不想拍戏了 我应该做别的工作 而不是去结婚 再次投身到 演艺事业中的关志玲 没有开始的顺风顺水 甚至在剧中当个花瓶 导演都不愿意让她加入 父亲关山知道后 主动找到洪金宝 希望他能在新作品中 给自己的女儿留个位置 关山跟洪金宝是老相识 洪金宝为人很仗义 竟然关山说了 洪金宝总一口答应了 在夏日复兴这部作品中 关志玲出演了 年轻漂亮的王一清 戏中有一段 关志玲穿着很薄的衣服 并且还要躺在水中湿身 关志玲一开始很为难 她不想拍这样的戏 但是回头想了想 这是父亲脱关系 在安排的角色 还是壮着胆子拍了这一段 1985年这部电影上映后 关志玲才开始 在娱乐圈站出了脚 这一年 关志玲开始有了小三标签 这一年是陈美琪 嫁给马清伟的第五年 陈美琪在新白娘子 传奇中饰演小青 她当阔太太当累了 直接跑到了澳门学习 这样老公马清伟 仿佛成为了一只脱脏的野马 开始在外面 跟各种美女玩俄罗斯方块 这群美女里面 最漂亮的游戏队友 还是关志玲 因为陈美琪的经常不在家 关志玲还在马清伟留宿过 后来陈美琪流产 这件事情当时闹得是 很是沸沸扬扬 更加坐实了关志玲小三之谜 后来陈美琪因为流产 终身不孕 把这件事怪在关志玲身上 后来陈美琪在采访时 说过自己流产的原因 关志玲只是一个原因 更大的原因 还是出在马清伟身上 在怀孕期间 马清伟在外面张花惹草 还对怀有身孕的陈美琪 拳脚相向 丝毫没有顾及到 这是自己的妻子 还是有着身孕的妻子 这才是导致陈美琪 终身不孕的最大原因吧 1986年陈美琪和马清伟离婚 结束了这一段不齿的婚姻 但是马清伟跟关志玲的感情 却维持了20多年 1989年在《今夜不设防治》 这档节目中 关志玲承认了自己 插足别人婚姻的事情 同时也说了一句 自己会照顾对方太太的感受 尽量不让对方太太知道 这样的话 之后关志玲跟刘德华 合作出演作品 让她的身价一涨再涨 她在娱乐圈的地位 也是越来越高 直到后来 关志玲跟刘鸾雄的事情 曝光让关志玲的形象 再次跌落谷底 虽然关志玲跟刘鸾雄 传出绯闻之后 但是关志玲在媒体面前 很感谢刘鸾雄 正是因为对方教会了自己 要对自己好 这辈子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这样教过自己 跟刘鸾雄的绯闻结束之后 关志玲的感情 才真正地开始淡出观众的视野 在跟朋友的一次饭局上 关志玲认识当模特的黄家诺 两人很低调地交往了三年 但最终还是没有缘分 选择了分手 三年后 有媒体拍到了 关志玲跟富豪陈泰鸾雄的照片 关志玲也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过两人的合照 只是关志玲并没有明说 两人的关系 2015年关志玲在参加一次活动时 才公布了自己跟陈泰鸾雄的关系 两人之前已经结婚 只不过现在已经离婚了 如今关志玲仍旧是一个人 这位当年演哑香港娱乐圈的女性 哆哆转转还是回到了开始的地方 只不过方式不一样了 18岁独身艺人 选择了娱乐圈是为了生存 如今孤身一人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也许是经历了这么多 关志玲学到了很多 也认识人心险恶 不再是曾经20岁不顾一切 要嫁人的他了 正如他说过一句话 什么都试过了 在自己这短短的几十年的经历中 苦得甜的都尝试过 问他后悔曾经做过的事情吗 他的回答是今生无悔